中国乒乓球男队女队 起获中国今年五四奖章 集体荣誉 亦是双喜临门 这是对奥运届儿们的褒奖 亦是对国球的肯定 陈梦作为排名女单世界第一的国球选手 奔外自豪 祝贺 第二席按照新的世界排名规则 继续领跑女单积分排行榜 按照国际聘年的积分新规则 本周初始积分清空 造成部分球员的排名 大幅度下降 比如老队员许欣近期参赛较少 下降73位 最新排名第81位 刘诗文排名下降68位 排名降至第85位 像陈梦 孙颖沙 王万玉这样 当打之前的主力球员 是对中的中流砥柱 参赛较多 影响不大 陈梦继续霸榜 孙颖沙 王万玉 王毅迪紧随其后 国平女队拥有前四名的排位 日本女队的早田希娜名列第五 超过了一城美城 倒是叫人有点差异 从长远来看 早田希娜的身高 在日本队出类拔萃 成绩稳步上升 今后必将是伊藤那样的国平竞敌 南单排行榜 国平樊振东 马龙 梁敬坤是状元 榜眼 探花 日本的王牌张本志和 调到了第七位 非洲大力哥阿鲁纳排名第十 成为非洲首位进入top10的 男子乒乓球运动员 乒乓王胡晶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